今天是初一 这样的天气真的太好睡了 我现在要去准备一些待客的东西 毕竟待会客人们就要来了 首先我们把瓜子摆出来 瓜子一定要选用这种没有味道的瓜子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客人的使用量 不用犯愁瓜子皮乱丢的问题 细心的 再把去年买的糖果摆出来 这些糖果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都是小孩子比较不喜欢的 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巧克力 又贵又讨小孩子喜欢 吃得很多心疼的嘞 最后我们把水果也摆出来 像橙子 西瓜 还有菠萝这些都不用削皮的嘞 只要我们把水果刀藏起来 客人就无从下手的嘞 还有我们要把夏威夷果摆出来的嘞 香的嘞 只要把开口气收起来 哇周到的嘞 九零后过年四三直男 哎姐姐夫过年好呀 哟孩子都这么大了 还记得我不 我小时候还抱过你呢 你happy我不happy 请我考试考多少分啊 排第几啊 我告诉你 跟你一块玩的小姑娘 我记得 她这次考年纪第一吗 别光过日吃饭呀 来给小姨表演个节目 别害羞 跟小姨说说 有喜欢的人吗 小姨绝对不跟你妈说 小姨开名的很 姐 你家孩子搞不就像 小姨绝对不跟